据一项新的全球性调查显示 加拿大是全球接受移民程度最高的国家 排在第二及第三位的分别为 冰岛和新西兰 美国排名第六 据加拿大移民通讯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的分析及咨询公司盖洛普 于2019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 涵盖全球145个国家 每个国家约有一千人接受电话 或面对面访问形式的调查 受访者被问起 他们认为移民居住在他们的国家成为邻居 与他们的家人结婚是好事还是坏事 盖洛普将受访者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创建移民接受指数 每个国家获得0至9分的得分 分数越高 表示该国对移民的接受程度越高 加拿大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 得分最高获得8.46分 美国以7.95分排在第六位 加美两国的新排名 都较2017年有所上升 当年加国排第四 美国排第九 从2017年以后 两国的移民政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加拿大鼓励更多移民 而美国政府则推行保护主义 研究人员发现在美国 主要以所在城市和国家识别自己身份的受访者 与主要以种族或宗教信仰识别自己身份的受访者相比 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 前组受访者的分数为8.16 高于后一组的7.69 而在加拿大 无论受访者以何种因素识别自己的身份 他们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没有差异 两国按年龄划分的群组 对移民的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 在美国受访者中年龄越大 对移民的接受程度越低 15至29岁和65岁以上组别的移民接受指数之间 相差了将近一个整指数点 前者为8.34 后者为7.37 而在加拿大各年龄组别之间 没有真正的统计差异 15至29岁年龄组的得分为8.32 是所有年龄组中最低的 而得分最高的是30至44岁年龄组 分数为8.54 此外民调还发现在城市地区居住 和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中 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更高 这些发现与2017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致